今天啊是猪爸爸的生日 我用自己的零花钱 给猪爸爸买了一个大大的蛋糕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看我这个蛋糕是不是很好看呀 爸爸还没回来 那我就先把蛋糕放在这 我先回房间去休息了 猪爸爸 姐姐 猪妈妈 我回来了 哇 这里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蛋糕啊 这是谁的呢 啊 我知道了 今天啊是猪爸爸的生日 天哪 乔治 你太让猪爸爸感动了 你居然给爸爸买了这么大的一个蛋糕啊 这个蛋糕 乔治 乔治 爸爸知道呀 你已经长大了 你最孝顺了 哎呀 这个蛋糕不是我给爸爸买的呀 那应该就是佩奇买的了 既然爸爸都觉得这个蛋糕是我买的 那不如就说这个蛋糕是我买的 爸爸爸爸 你回来了 佩奇 你快看呀 这个呀 是你弟弟给爸爸买的生日蛋糕 你有没有为爸爸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呢 爸爸爸爸 这个蛋糕明明是我送给你的呀 怎么会是弟弟给你买的呢 嗯 这个蛋糕明明就是我给爸爸买的 是啊是啊 刚刚我看见你弟弟把蛋糕放在这了呀 这个肯定是你弟弟买的呀 不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我给你买的生日蛋糕 猪爸爸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赶紧评论告诉我的猪爸爸吧 这个蛋糕真的是我给他买的 哎呀 妈妈要吃雪糕 可是她走得太急了 没有给我们工具 万一我们做雪糕的时候 撒出来怎么办呀 哎 这个怎么办呀 果子又不能撒出来 哎呀 我该怎么做呢 哎呀 姐姐姐姐 我说你怎么这么麻烦呀 姐姐来 我来教你吧 我做雪糕可快了 你看 我把果子往模具上一倒 你看 雪糕不就做好了吗 做这个雪糕也不是很难吧 你看我做的多简单呀 可是乔治你看你做的雪糕 到处都傻得是 这样做出来的雪糕又不好看 哎呀 姐姐 我才没那么麻烦呢 你要是喜欢麻烦的话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我反正是不做了 我要先出去玩哦 哎呀 我不能像乔治那样做 但是我又不能让果子撒出来 这该怎么办呀 贝奇 我可以帮你呀 但是你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 哎呀 花仙子姐姐呀 你真的能帮我吗 那好吧 你要我回答什么问题呢 贝奇 听好哟 树上七只猴 树下八只猴 问你一共多少只猴呢 哎呀 让我想一想 嗯 树上七只猴 树下八只猴 哦 我知道了 一共是九只猴 哇 贝奇 你真是太聪明了 我这就帮你把果子变到模具里面 魔法 魔法 变 贝奇 你看 果子全部变进模具里面了 一堆都没有撒出来 花仙子姐姐 你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 你们想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花仙子姐姐的魔法厉不厉害呀 如果厉害的话就平安666吧 哈哈 枪属 我看你往哪里跑 你怎么不跑呢 刚刚你不是很能跑吗 现在怎么不跑呢 看我不把你封印起来 哈哈 豌豆射手 我不跑是有原因的 你先来看看你身后吧 啊 这 这 这身后怎么突然之间来了两个僵尸呀 原来这个僵尸早有准备呀 这个怎么办呀 小豌豆还想把我封印起来 来到没有 看我的黑魔法片 哈哈 我先把你变成卡片 如果没有小朋友们给你送666 你是不可能出来的 僵尸师兄弟们走 我们去破坏植物状态去 可是老道 如果有小朋友们发送小婚姻加666通知 其他的植物卫视该怎么办呀 嗯 没关系的 我在他们的旁边再放两张卡片 这样其他植物卫视也不知道 哪一张才是豌豆射手 走吧走吧 我们去破坏植物庄园 豌豆哥哥 豌豆哥哥 你在哪里呀 哎 这里怎么有三张卡片呀 豌豆哥哥不会让僵尸封在卡片里了吧 如果是的话 那这三张卡片哪一张才是豌豆哥哥呀 哎呀 这该怎么办呀 哎 有了 你们全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三张卡片里面 到底哪一张才是豌豆哥哥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就评论告诉我吧 贝尔白雪 我想吃冰块了 你们今天做冰块 母后 我不会做冰块呀 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做 我的家庭作业还没有做完呢 这个我不管 你要是做不出冰块来 我就不让你出去玩 那好吧 我就做吧 可是母后 你只给我们模具 不给我们果汁 我们拿什么来做冰块呀 这个我不管 要是你们做不出冰块 我就不让你们出去玩 你们快做吧 我走了 等会我过来检查 贝尔姐姐 贝尔姐姐 怎么办呀 母后只给我们模具 不给我们果汁 我们怎么做出冰块呀 就是呀 白雪 这个怎么办呀 贝尔白雪 我可以帮你们呀 只要你们每人给我一个能量糖果 我就可以帮你们变出果汁了 好啊好啊 花仙子姐姐 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 给 这是我们的能量糖果 好 我来帮你们变出果汁吧 魔法魔法变 哇 白雪 花仙子姐姐真的变出果汁了 我们赶紧做吧 是啊是啊 贝尔姐姐 那我先做吧 我先把这个果汁 刀进模具里面 我要一格一格的倒 倒满 不能撒出来 好了 我的冰块做好了 该我了该我了 我也来做冰块 我也要慢慢的做 慢慢的倒 不能撒出来 好了 我也做好了 白雪贝尔 你们做的冰块怎么样了 我来检查检查 嗯 做的不错 这次真的太谢谢花仙子姐姐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送给花仙子姐姐 一颗小爱心吗 谢谢你们了 没有办法再变身了 这可怎么办呀 是啊是啊 我们连一颗能量糖果都没有了 到时候有怪兽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呀 难道就任由他们破坏我们的家园 好了好了 让我安静一下 想一下我们该怎么办吗 小奥特曼们 听说你们没有能量糖果 不能变身了 我特意为你们送一颗能量糖果 哎 哥哥哥哥 有人给我们送能量糖果了 谢谢你啊 汪汪队毛毛奥特曼哥哥 奥特曼哥哥 我也给你们送能量糖果来了 谢谢你 乔治 给我们送能量糖果 不用客气 你们为我们赶走了怪兽 保卫了我们的家园 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 小奥特曼们 我也来为你们送能量糖果了 谢谢你 葫芦娃爷爷 太好了 我们现在终于有能量糖果了 要是我们遇到了怪兽 我们也不怕了 但是这些能量糖果也不够呀 嗯 确实这些能量糖果是有点少 但是总比没有强吧 小奥特曼们 你们不用担心 我豌豆射手也来为你们送能量糖果了 谢谢你豌豆射手 不用客气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 可是这些能量糖果还是不够呀 小奥特曼们你们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我知道你们手里有红星能量 你们能不能发送一些红星能量 给小奥特曼们呀 这样他们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呀 哎呀哎呀 不好了不好了 有怪兽 我要赶紧躲起来 哎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蛋呀 那我就躲在这个蓝色的蛋里面嘛 哎呀哎呀哎呀 不好了 怪兽太可怕了 我要赶紧躲起来 哎 弟弟 原来你也躲在这里面呀 那好吧 那我也躲在这个蛋里面 哥哥哥哥 我们躲在这个蛋里面 应该不会被怪兽发现 哎呀呀 不好了不好了 怪兽来了 怪兽太可怕了 哎 乌鲁 罗布 你们两个怎么都躲在这个蛋里面呀 那我也躲进去吧 我就躲在你们的旁边 红色的蛋里面 哎呀哎呀 终于躲进来了 刚刚可是太危险了 对呀对呀 你们两个别说话了 怪兽马上就要来了 哎呀 这三个小奥特曼 跑到哪里去了 刚刚明明看到他们往这边跑了 可是怎么一下就不见人影了 哎 兄弟 看到小奥特曼没有 大哥 再去追他们吧 好的大哥 你快看 这里有三个蛋 他们三个小奥特曼 会不会躲在这蛋里面呀 我们快把它打开看看吧 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666 帮我隐身吧 哇 这个666太厉害了 我也要 我也要 你们怎么都隐身了呀 糟了糟了 我就快被怪兽发现了 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忘了给我发送666啊 你们赶快给我发送666吧 孩子们快看 爸爸呀 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棒棒糖 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圣诞树一样的 冰淇淋味道的棒棒糖 这个棒棒糖看起来可真好吃啊 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味道的棒棒糖 这个棒棒糖看起来真棒 啊 冰淇淋味的棒棒糖 是什么味道的呀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耶 那这样吧 你们现在呀 就每人画一个棒棒糖给爸爸看 我呀 看谁画的好 我就把这个冰淇淋味的棒棒糖给谁 就先从萝卜开始吧 好 我爸爸呀 是最疼爱我的 我就随便画一画 爸爸肯定会把这个棒棒糖给我吃的 呃 我这个棒棒糖呀 就画好喽 萝卜都画好了 我只要比萝卜画的好一些 这个棒棒糖应该就会属于我了吧 反正爸爸最疼爱我了 哈哈 我的棒棒糖也画好了 我是不是画的比我不好多了呀 哎呀 他们都画完了 现在就该我画了 我呀 得认认真真的画 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个冰淇淋味的棒棒糖 我好想尝试一下呀 得认认真真的画 画的跟这个棒棒糖一模一样 这样的话 这个棒棒糖就属于我啦 爸爸爸爸快看呀 我的也画好了 那现在就让我来看一下吧 这一次呀 我还是觉得泰罗奥特曼画的最好 那这一次 爸爸就把棒棒糖给泰罗 爸爸爸爸 我觉得我比泰罗画的好呀 我也觉得我比他画的好 既然你们都觉得自己画的很好的话 那我们就问一下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他们觉得谁画的比较好吧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